看本期台湾新闻联 本节目由红星尔克独家冠名播出 我是陈恒乃 连日来 台湾政坛因为一笔现金被搅得很不平静 而这笔钱来自于蔡英文的得力干将 民进党金明代陈明文 日前陈明文在台湾高铁上 失而复得的300万元新台币现金 引爆了民众大猜想 为什么用行李箱装这么多钱 丢了为什么不报案 这些钱从哪里来又准备做什么 这一系列的质疑迅速的在台湾政坛掀起了波澜 如今事件依旧未完待续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说一说 这起事件的主人公陈明文 以及这场由他引发的风波 又会产生怎样的政治效应 首先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今天参与我们讨论的两位来宾 一位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教授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一位是台湾资深媒体人 时事评论员陈凤馨 凤馨姐好 河南好 邱原好 大家好 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就从陈明文说起吧 先来看看他过往的从政经历 陈明文1955年5月13日出生 台湾省嘉义县蒲子世人 父亲陈福三是嘉义当地的货运业大佬 1977年从嘉义农专食品加工科毕业后 年仅23岁的他以国民党籍身份 当选嘉义县议员 迄今保持着台湾地区最年轻议员的记录 1981年陈明文顺利连任议员 并登上县议长的宝座 那一年陈明文年仅27岁 又创造了岛内最年轻议长的记录 两届县议员任满后 陈明文于1985年当选台湾省议员 并于1989年1994年连任 1999年陈明文当选第四届台湾地区民意代表 随即于2000年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 2001年陈明文在陈水扁的邀请下加入民进党 并接受民进党征召参选当年的嘉义县长选举并当选 嘉义县也因此首度政党问题蓝天变绿地 2005年陈明文胜选连任 2008年10月陈明文因涉嫌泄漏底标案遭羁压 依规定被停职 由副县长黄奎南代理 2010年陈明文在嘉义县长的任期结束后 支持好友的夫人张花冠当上嘉义县长 自己则参加嘉义县民意代表补选并当选 此后陈明文连选连任民代至今 而陈明文与张花冠一人为民代 一人为县长 两人配合默契 牢牢掌握嘉义县政主导权 直到2017年两人忽然闹翻 女性身体被骚扰 非常不舒服 不被尊重 我要求她手拿开也没有 那一直讲一直讲 称遭陈明文强行搂肩不舒服 张花冠前往嘉义县警局报案 告陈明文性骚扰 一直是亲密盟友的两人突然翻脸 让外界看傻眼 陈明文随后召开记者会 表面道歉 却让矛盾更激化 张建林一直期待 不可以支持她的弟子 王楠芬来接棒 我无法达成她的期待 我也要在这里向她说声抱歉 王楠芬从海没 跟我都没有一个念头 说她要选现场 先栽账后道歉 我将为请律师演绎 对相关人等提出法律行动 See you in the court 2018年8月 嘉义警方贞结性骚扰案 以查无具体试证为由 对陈明文不起诉处分 而除了与张花冠的这场明花之争 陈明文在任期内涉嫌泄露标的案 嘉义地检署 以贪污罪嫌起诉陈明文等人 案子一审无罪 二审有罪 最终2018年12月13日 台所为最高法院驳回 陈明文上诉 维持二审判决 陈明文泄密罪 改判六个月有期徒刑 得益科罚金 无法接受也就是说 我既没有搜索费赂 没有土地厂商拿来的泄密动机 就像那一天在民雄大师爷前面 他跟我搂着尖讲的话一样 一切应该会没事 那如他所愿 我也恭喜他 张县长他有兄弟 有没有对他说这句话 一旦暗示您是 他知道我知道 新明文有听到 所以不要再欺骗神明 不要再猛黑我 刚刚短片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陈明文在岛内政坛的名气 确实不小 可以堪称就是叫做嘉义王 您对他是有怎样的印象 在台湾政治人物 出分为两大类型 一类型叫做理念型 一类型叫做派系型 地方派系型 就陈明文来说 他基本上应该是属于 地方派系所培养出来的 一位典型的政治人物 那么嘉义呢 嘉义县 嘉义县原来早期的时候 基本是国民党的实力 而里面有两大派系 一个派叫林派 一个派系叫黄派 那林派呢 基本上最出色的人物 就是陈明文 陈明文就林派推出来代表 所以才能在23岁选上现议员 而他最主要的实力 为什么大到能够在嘉义称王呢 有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因为黄派里面有两股大力量 一个力量就是我的好朋友翁崇军 那另一股力量呢 就是当时台湾很有钱 在江湖上面 在黑道上 被视为吉时雨 宋江的曾正荣 那曾正荣的太太 就是张花冠 张花冠基本上 跟陈明文的关系非常的好 在他穿着引线之下 后来曾正荣就跟陈明文结盟了 那曾正荣是黄派里面的大势力啊 那有了黄派的曾正荣 再叫林派的掌门人 这陈明文 两个结盟 那势力大得不得了啊 陈明文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 陈明文的交往是广泛的 黑道白道他都交往 他有一点点像王金平的性格 但是比王金平个海派 而陈明文对于后进 他是提西的 连宋楚瑜的最重要的副手 吴荣明的弟弟吴荣辉 他都把他介绍给 这个当时的蔡英文的行政院长林全 希望他能入内阁 虽然没成 最后也做了台湾烟酒公司的董事长 就是过去的公卖局 烟酒公卖局 你可想想有多大了 所以陈明文基本上他提西后进 他利用他握有的权力 他会与人共享 所以也有人把陈明文视为 就是说南台湾的吉时与宋江 所以他慢慢的就取代了 曾正荣的角色 所以基本上陈明文的个性 因为很四海 愿意交朋友 而且给钱给的非常的慷慨 所以呢 基本上他就变成一个 在政治圈里面 那么跟这些所谓的 尤其后期之后起的 这些政治上的新秀 跟他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因为他们都说 跟着陈明文 未来就有前途 这个前途包含了 前进的钱 跟金钱的钱 这个金钱的钱 跟前进的钱都有的话 那当然跟他的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陈明文的派系 就越来越大 所以后来成为了嘉义王 陈明文的其中一个关键节点 就大概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 是在陈水扁的邀请之下 叛离了国民党 投向了民进党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 凤欣姐 就是当时这一段的往事 您从那个时候 以及在现在是如何观察的 陈明文为什么会做出 这样一个决定 我觉得一方面 陈明文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人物 其实我印象很深刻 在1999年2000年初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陈明文 曾经见过几次面 当然就是要采访他 我那时候是记者 所以要采访他有关于选情上面的一个评估 联宋分裂这件事情 陈明文在那个时候 他就去评估说 他认为国民党 其实整个的声势下坠的速度之快 是超乎我们在台北所预期的 很重要的是 我觉得已经感受到 那个因为联宋分裂而使得 地方派系人物 不再听命于国民党党中央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始点 陈明文刚刚邱教授介绍非常好 他是地方派系的掌门人 其实那个时候在嘉义 他的林派是比较小的派系 在国民党里头 而他竞争的对手的皇派 那个时候的少祖翁从军 才是国民党大力培养 然后希望能够作为 县长候选人的人选 所以到了2001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 他其实是永无出头的机会 所以其实那时候的陈水扁 看准了这一个可能性 因此他就去说服了陈明文 所以当民进党加上了 陈明文的林派之后 他就有机会可以打败翁从军 我觉得陈明文在那个情况之下 他就进行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豪赌 果然在那一次选举当中 其实陈明文打败翁从军 然后皇派的这个掌门人只有赢7000多票 不到8000票 而这个不到8000票的差距 就从此决定了嘉义游栏变绿 而且变成深绿变成墨绿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那么刚刚邱教授提到了 因为陈明文是一个非常有弹性 然后又非常敢给资源的人 他一旦当到了县长 其实他要利用县政府的资源 去拉拢各方的地方派系 裂解皇派的派系 对他来讲就变成了这个易如反掌 他就放下我过去在派系上面 给你曾正龙是敌对的 因此把曾正龙再挖到自己的派系里头 这个时候陈明文就成为嘉义王了 因为他既裂解了国民党 他又裂解了国民党当时仅残存的皇派 整个加总起来 你就会发现他之后的选举 都是至少六成五的得票率起跳 那么整个的嘉义王 是因为他的一场豪赌 从此就一帆风顺了 好 那么其实身为地方要决 陈明文颇具实力 刚刚我们说了 他堪称是叫做嘉义王 可是半路加入民进党的陈明文 在现在是如何被蔡英文所赏识 成为了所谓的鹰派掌门人的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带您了解 红星尔克提醒您 稍后更精彩 红星尔克 GP No.1 乐乎2019堆访篮球世界杯官方功能饮料 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乐乎2019堆访篮球世界杯官方功能饮料 漂亮衣物需要精心呵护 全新超能APG薰衣草洗衣液 护衣护色去毛球 漂亮衣物超能洗护 耐思 康师傅奶茶 精神阿萨姆红茶 焦龙好奶 每一口发现我的香醇好时光 康师傅奶茶 片在黄化妆品 针对东方女性 匠心打造草本护肤精品 我是秦海璐 皮肤黄 我用片仔黄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红星尔克提醒您 节目正在继续 欢迎回来 这里是台湾新闻脸 本节目由红星尔克独家冠名国出 我是陈恒南 本期节目我们聊的是蔡英文的得力干将 民进党及明代陈明文 那么在之前我们聊了陈明文的过往和从政的经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陈明文和蔡英文之间都有怎样的渊源 陈明文与蔡英文的交情始于2008年 当时民进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大败 蔡英文出马接任党主席 他上任后的第一次下基层就是去嘉义县 陈明文与当时的嘉义县观光旅游局长洪耀福一路陪伴蔡英文跑行程 据台湾媒体报道 那时陈明文对蔡英文说 你在党部如果觉得人手不够 我在嘉义的人马以后就算是你的人 你要动员多少个 尽管开口 嘉义就是你的基地 由此获得蔡英文重用 2008年在蔡英文前往美国活动期间 陈明文还被委任为代理党主席一职 2009年台湾县市长 县市议员继乡镶镇市长选举 民进党选战策略小组 由陈明文负责协调督导 此后陈明文深得蔡英文信任 无论是选战策略还是党争要务 陈明文都有画实权 在蔡英文的支持下 2014年陈明文当选为民进党中常委 2016年又再次当选 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时任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的王金平 确定要离开 民进党的席次在台立法机构内 占有绝对优势 谁来接任台立法机构龙头 热闻人选聚焦在民进党及民代 柯建明 苏嘉全 还有陈明文身上 其中陈明文 苏嘉全两人同为鹰派人马 都为蔡英文倚重 不过最终苏嘉全顺利出现 陈明文主动退让 无缘台立法机构龙头 我们来支持苏嘉全 让我们后选 我们来让小英国 无后福之忧 陈明文委员 就先讲他退出这一次院长的选举 那总召听到陈委员这么讲 他也说那么我们就支持 加全来代表党团 有这么坚强的事 还愿意退让成全 那这个党可以反省吗 我对你很感想 很感想 2016年8月 民进党布局 2018年九合一选举 陈明文出任 选举对策委员会召集人 结果民进党惨败 但嘉义县 凭借陈明文的派系实力 守住了县长这一席 进入2019年 蔡英文在民进党2020党内 初选中遭遇赖清德挑战 陈明文第一时间 率领22位绿营民代 大动作举行记者会 公开支持蔡英文争取连任 此后陈明文配合 民进党中央五人协调小组成员 帮助蔡英文以拖字诀 在初选中获得主动 在民调决战前夕 陈明文还在嘉义县 带领党公职人员 利用社交网络工具 全力为蔡英文动员 让蔡英文在初选中顺利过关 从刚刚的片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陈明文和蔡英文之间的这种互动 这种交情 那接下来我们要和邱一教授 一起来探讨 陈明文和蔡英文 究竟是蔡英文用对了人 还是说陈明文选对了人 可以说都有吧 尤其在2008年 那个时候民进党整个党 笼罩在陈水扁的贪污的弊案里面 而且那个时候 可能是民进党最弱势 在立法院里面 立法委员的席位 只剩下20多席 那在这样的一个艰苦风雨飘摇的情况之下 蔡英文成为民进党的党主席 可是蔡英文又是一个富贵娇娇女 她根本跟地方派系一点都不熟悉 她根本不知道如何跟地方人士 去互动与交往 所以在这一种 蔡英文举目无亲的情况之下 孤立无援的情况之下 陈明文这时候出来 愿意帮蔡英文忙 你想想看 在这样的一种雪中送贪的情谊 蔡英文会不感激吗 当然感激 而陈明文除了这个之外 你从那时候的立法院的院长席位之争的时候 可以看出来陈明文是有进有退的 陈明文懂得在蔡英文旁边 做一个非常有被利用价值的人 但是他绝对不会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 硬要抢 他可能会失败的位置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以陈明文本来非常的有利 硬要争 蔡英文也必须顾全一些面子 也面给他 可是蔡英文觉得他欠着苏家全一个琴 为什么 因为2012年苏家全是成蔡英文的搭档 而在那一次选举中 蔡英文本来以为稳坐钓鱼台一定赢的 没有想到苏家全被我一路从他违规违法容设违建 一直打到最后他的太太看猛蓝秀 整个把苏家全打垮了 所以蔡英文觉得他欠了苏家全一份琴 所以他必须把这份琴给还了 陈明文就了解蔡英文这点心思 所以主动宣布退出 不给组织任何的麻烦 你想想看多么的贴心 而他担任鹰派的掌门人 你有没有看到陈明文在院队媒体的时候 侃侃和谈 没有啊 他也没有很喜欢出风头啊 他是做事但不出风头 蔡英文通常做组织的人 最喜欢这种人 所以蔡英文当然喜欢陈明文嘛 所以陈明文当然胜卷正荣 所以陈明文慢慢的 在蔡英文旁边就成为第一号人物吧 蔡英文前面的初选 能够打败 能够打败赖清德 陈明文当时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蔡英文若是最后顺利连任 那陈明文极可能是蔡英文口袋里面 最重要的立法院长的人选 所以陈明文现在当然 整个声势水涨船高嘛 我觉得陈明文当然是属于事实物的人 所以呢他可以在关键时刻呢 做他觉得最重要的豪赌 而且他看起来豪赌也都非常的成功 在立法院长那一场选举当中 他之所以会主动的退让 是因为他算过选票他选不赢 而这个选票选不赢呢 是他如果跟苏嘉全对杠 两个人都会选输 那会输给柯建明 其实你会发现到陈明文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算计 一个位置落在谁的手上会对我比较有利 当然是落在我手上对我最有利 但如果我真的拿不到他的话 谁对我来讲是比较有利的 柯建明在立法院已经一把抓很多年了 大概在立法院没有人对立法院的首席程度 超过柯建明 所以如果是柯建明当了立法院长 陈明文未来立法院长是永远没有机会的 可是苏嘉全不同 如果把这个立法院长让给了苏嘉全 一方面在蔡英文的面前 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绅士可以再往上升 二来苏嘉全是长权没有办法长太久的 因为他不管在立法院或在地方上 都远远不如陈明文 所以让了这一次 也就确保了他下一次反而要夺回来 是比较容易的 我觉得陈明文其实在算计的时候 常是更长远的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其实陈明文我们讲说为人海派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种说法 你从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该打点的都打点 然后绝对不会手软 然后该要钱的时候就要钱 也绝对不会口软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人物 蔡英文怎么会喜欢他 因为陈明文地方上太多 我们讲说争议性 这都还是轻缩了这一个人 他的那个争议性绝对不会是一桩两桩 是百百桩的争议 可是蔡英文为什么非要用陈明文不可 在2008年 马英九势如破竹地打了这个 赢了这个选举之后 那时候蔡英文能够稳住 那个民进党党主席 是因为在地方上有很多的那种补选 蔡英文在陈明文的协助之下 整个赢了除了输了一场是台北市大安区之外 其实他全赢 那是奠定蔡英文能够在立法 在民进党 当任民进党党主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蔡英文很清楚地知道 是谁帮他打稳了江山 那么这一些地方打点 对蔡英文来说 他没办法做 但有人帮他做 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无所谓 这也就难怪柯文泽会去批评说 你已不贪污 但你身边的人呢 好我们谢谢风行小姐的分析 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陈明文啊 就举例来说上一次的立法机构负责人的 这个推选来看的话 那么陈明文似乎是选择了一个做法 叫让了这一次才有下一次 但是下一次真的这么好拿吗 恐怕未必 就比如说这回冒出的300万的事件 可能就会使接下来的选举产生很多的变数 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要来聊一聊这300万的分波 红星游客 具备No.1 乐乎2019飞法篮球世界杯官方功能饮料 喝乐乎 提神抗疲劳 乐乎2019飞法篮球世界杯官方功能饮料 康师傅奶茶 精选阿萨姆烘茶 交融好奶 每一口发现我的香醇好时光 康师傅奶茶 这是一次两岸之间全新的爱情互动 每一座城市会有一个主嘉宾 30位配对嘉宾 我没有肌肉的时间离开 你期待今天的约会吗 哇 太浪漫了吧 隔着上隔着海 漂亮过海来爱你 这是一群台湾青年 我们走近他们 分享他们竹梦的故事 探寻他们成长的轨迹 台青竹梦记第二季 由金门酒产 独家冠名播出 中南卫视白酒行业战略合作伙伴 斯特东方韵 红星尔克提醒您 节目正在继续 欢迎回来 这里是台湾新闻脸 本节目由红星尔克独家冠名播出 我是陈恒南 本节目我们聊的是蔡英文的得力干将 民进党籍名义代表陈明文 之前我们聊了陈明文的从政过往和他还有蔡英文之间的这些渊源 那么接下来就得来看一看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陈明文的三百万事件 9月3日上午台湾高铁识货一个猥琐的行李箱 经清点发现箱内装有三百万元新台币现金 高铁报警追查后发现失主是民进党基民代陈明文 随后陈明文的儿子陈正廷表示 这笔钱是他父亲给他去菲律宾开奶茶店用的 当天他父亲搭高铁前往台北 下车时把钱忘在了高铁车厢 事情一出立刻引发质疑 据台湾媒体报道 在台监察机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书里 陈明文虽然财力雄厚 但其申报的现金存款包括综合 活期及支票账户只有240万元新台币 且大多数的存款都在他太太廖素汇名下 其中还有两个外币账户 里面也只有两万六千多美金 外界质疑这三百万新台币现金从何而来 为什么让儿子去海外投资却给新台币 即使是三百块三千块 我都下车的时候我会记得带走 但是陈明文委员民进党的大将 三百万竟然忘了拿 要问问陈明文 你这个三百万到底是怎么来的 贪污制罪条例的第六条之一 是购物人员财产来源不明罪之认定与罚者 很多人被关进去就是因为这一条 这三百万新台币是否为不明财产 政治现金亦或选钱洗钱 各界围绕这三百万的质疑蜂拥而来 对此陈明文先是透过办公室发声明 称以为请律师提起告诉 以送纸棒 而后看风波愈演愈烈 终于在五日亲自出面说明 所以最近我自己很抱歉 我自己很注责 我自己很注责 就去给民众把我笑到这样 把我练到这样 这两个我自己是来把无力注入 我特别说了 钱的金流没有问题 正常从银行提领之外 什么时候去提领 哪一天提领多少钱 都有很清楚详细的记录 我把这个记录 我把这个相关数量 都已经交给律师 面对镜头 陈明文一再强调这笔钱是自己的 并秀出家中监视器画面 以及现金领取记录 努力证明三百万元新台币来源正当 但是在各种汇款方式 都非常便捷的当下 为什么大老远从嘉义 带着大笔现金到台北呢 他年纪比较大 他不会用电子转账 他只要提了钱 提了这么多的钱 啪啪走 他以前发现 某一位民进党的高官 家里面调了180万没有报案 然后最近又发生 有人在高检 调了300万也没有报案 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钱可以调 我们都没有了 针对陈明文在高铁 失而负得新台币300万元现金 4日资深媒体人黄月红 质疑陈正廷是未付洗钱 前往台北地检署 告发陈正廷涉嫌洗钱罪 6日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表示 300万现金事件 以一一报纸报道简报 分他字案 将朝设违反洗钱防治法 及财产来源不明等方向调查 将在明年明代选举中 挑战陈明文的林国庆 王金山 简明莲等三人 也前往嘉义地检署 状告陈明文 而民进党上下 对此事件要么闭口不谈 要么避重就轻 司法单位已经开始他们的程序了 我也不便多做评论了 那我也希望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能够清泽之情 陈明文施要钱的事情 已经司法争办 就照程序走 有像我们民进党的选举吗 大家都努力 把选情往上提升 每个人都要尽一份责任 最近走港地方 大家要讨论这个话题吗 我们该讨论的地方很多 9月10日 所谓独派大佬陈永昕也出面 炮轰民进党视而不见 呼吁蔡英文出面交代 还建议民进党应要求陈明文主动请辞 11日 民进党启动联政委员会机制 民进党主席卓仲泰 希望陈明文择期主动 向民进党联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邱俊彦进行说明 好 那么陈明文在高铁上 设而负得的300万新台币现金 引发了各方的质疑 接下来我们想请教一下邱俞教授 您能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件事到底都有哪些可疑的地方吗 怎么说呢 其实就我们在南部 做长期做立委的人 这中间的故事其实很简单的 我首先这样说好了 300万是在一个 没有上锁的行李箱里面 300万为什么 这个行李箱没有上锁呢 因为这个行李箱 要常常打开 再关起来 有人会拿钱进来 那有人会把钱拿出去 所以他必须常常启合 好 第二个 为什么放在高铁上面 说实话就有两个可能 你知道那个高铁 从高雄到台北 大概一个小时36分钟 一个小时36分钟的车程 你知道对一个 从南部上来的立委 有势力的 质地有深的 重量级的立委 那个过程要做什么 我告诉大家两件事 第一个 有人如果要给政治现金 要给钱 但是他也不叫你去做任何的登记 也不要什么收据 也不要领据 什么都不要 我就是钱给你 然后代表 我的意思做到了 我支持你选举 在哪里给 都在每一站的高铁站给 这是给钱最重要的方式 第二个是什么 陈明文 当然不是讨论吗 他准备要角逐 蔡英文若连任以后的立法院长 立法院长要能够当选 那得立法委员投票 即使党内的人 你也必须要投上同意权那一票 那这时候 选立委要花很多钱 我总要做到一个人情 雪中送炭 各个选区都有 各个从南到北 是不是都有立委 要选 那就找个立委 找个秘书 找个信任的助理 然后就进来 然后就在高铁 然后坐我旁边 旁边没人 通常我们那时候都会买两张票 旁边是不坐人的 还是坐你旁边把钱给他 然后你下车了 就这样啊 神不知鬼不觉啊 在台北市的立委 很难能够体会的 所以他根本跟什么洗钱 跟他儿子没有关系的 他的主角主角 就是陈明文自己 而中间只要查下去 一定有没有申报的政治现金嘛 一定涉及到将来立法委员选举的 这种所谓的前经后线啊 你往这个方向去调查才是对的 所以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说实话 这个礼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弊案 你看这个弊案可以突破嘛 代表说你基本上民进党的内部高层 藏污纳垢 你甚至可以拉出来 民进党背后跟许多 在台湾社会里面 在违法的范围内 做营生的某些人之间 是有金钱关系的 是有对价关系的 但是国民党打这一个 天上掉下来礼物的弊案 打得有气无力 根本没打到重点 我们谢谢教授 接下来我们要和凤兴姐一起来探讨 就是我们有看到 刚才也点出来说 这个案件后来还是受到了 检调司法机关的注意 并且把它列为了他字案 如何如何侦办 我们想请您分析一下 就是说现在案件再回到嘉义 那这个案会不会不了了之 这个案子呢 不管它是在台北或者是嘉义 都会不了了之 都会不了了之 因为现在民进党呢 在整个的这个检查议题 其实我们讲说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 那么司法呢 在检查体系里头 其实是并不独立的 那么要分案 每一个案子 分给哪一个检察官办 其实都是由检察长来决定的 那检察长他对于每一个人 到底谁听话 谁不听话 什么样子可以分给谁 什么样的案子该如何 其实他们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在检察官这个体系里头 除非你刚好出现一个 很暴冲的检察官 否则要在这个里面 要查出一个所以然来 其困难度是非常高的 其实在这里面 有很多的点都是要去查的 钱从哪里来 钱往哪里去 尤其对政治人物来说 这一些巨款 它的来来去去 都代表着背后的政治现金 那么当然现在传言非常的多 问题的关键都在于说 那证据在哪里 因为你如果直接 如果到时候呢 因为检察官在调查案子的时候 侦查不公开 所以它是个黑盒子 是 陈明文他可以讲说 我资料全部交给检察官了 那检察官呢 说没有事 不起诉 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 它最大的困难是 现在民进党把司法体系 掌握得非常的紧 你几乎找不到任何 会泄密的空间 所以如果没 这种事情都是这样子 如果没有人爆料 他要追查就会变得很困难 而检察官就很容易 不了了之的 以不起诉处理这个案子了 从300万现金案 以及走势相案 还有后续的 可能发生的一些 一系列的情况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蔡英文 以及民进党在接下来的选举 当然 当然就要看 国民党怎么打法 那其实很多的证据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必须先打 你必须先打 很勇敢地打出去 不怕被告地打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不怕被告地打出去 形成了一个新闻点的时候 这时候知道内情的人 他才会偷偷地把资料 证据交给你 好 那为什么人家都不给国民党的人呢 例如说司烟案 他们为什么给的人是黄国昌呢 还有蔡英文的博士真假案 博士真假案也是来自 比较清绿色的 彭文正夫妻吧 所以很奇怪 都不是给你国民党啊 为什么 我以前在立法院的时候 所有这些东西都给到我自己来 为什么 因为我被他们信赖啊 可是你现在国民党的立委 他也不知道给了你有没有用嘛 会被惹祸上身嘛 所以就使得这些天杖掉下来的弊案 最后就烟消云散嘛 至于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案 我认为也是一个重要的点啊 他的问题点越来越多 疑点越来越多 但是中间可能也涉及到 整个台湾的教育结构 你如果蔡英文被查到 他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当然啊 很多人会因此遭殃了 当然这是一个致命伤 但是得看你怎么打 我认为这都是天杖掉下来的弊案 这些天杖掉下来的弊案 如果有经验的人 如果有厉害的人 说实话 蔡英文 就会遇到连任的危机 重大的连任危机 很可惜的是 现在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人啊 接下来我们要正好和凤卿姐 一起再来探讨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 关于这样一个所谓的 对于蔡英文学历的质疑 蔡英文办公室的话 是采取了一个提告的方式 那在我们今天在谈论的时候 蔡英文300万 最后也采用了司法这样一个方式 以你多年对于 岛内选举的这种观察来看 司法 转为司法 是不是就是在以托待变 或者是说 他们用提告的方式 来阻止监督 规避任何人的检验 这样所有的事情 没有办法摊在阳光下 用诉讼的方式是最容易的 我觉得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蔡英文的案子 他其实明白着 他是问题非常大 而且这件事情是 一般民众用尝试 就可以知道说 他是有问题的案子 结果他采取诉讼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陈明文来讲 不见得有加分 相反的 反而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心虚 蔡英文的学历的案子 我觉得他的情况 就真的比较复杂 我认为这件事情 比较困难的地方是 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 不愿意穷追猛打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伦敦政经学院 到目前为止 咬死了说 蔡英文是他们的博士学生 是他们的博士的得主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反而变成不能够贸然前进 因为如果说 蔡英文只是放一个调尔出来 让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面 穷攻猛打 那最后他真的拿出了 那一份博士论文的话 那么如果这个主攻 则是蓝赢的话 那蓝赢的选举上面 会遭殃的 那因为这一切的主控权 是在他身上 就是所有的资源 全部是在他自己的手里头 别人没有办法 拥有这些资源 这跟陈明文的案子 他那个资源在别人身上 而不在陈明文身上 我觉得情况 是有一点点不同 但他们都是用诉讼的方式 来规逼监督 然后来掩盖很多的事实 把他关到黑箱子 这个心态是一样的 要感谢我们两位来宾 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湾新闻脸 周周有爆点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点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